大家過年好 過年嘛 慈舊迎新 除了新年祝福之外 最重要的事就是送瘟神 比如說放冰炮 这里我们就祝中国 早点送走共产党这个瘟疫 万事如意 咱们接着说正事 2020年1月26号 武汉发布机动车进行令 也就是五环之内 私家车不能上路 只有有许可的公务车等 疫情防控车辆才可通行 随后呢又有一个补充条例 那就是如果您的手机 没有收到进行通知 您就可以开车上路 那么谁会收到进行通知呢 就是疑似病例或者是感染者 咱们今天重点说一下 封城这个事 1月23号凌晨2点 武汉市发布了封城令 但是在封城之前 50多架飞机提前飞离 另外呢 武汉的道路封锁 也晚了好几个小时 到了1月26号 武汉市长承认 有500万人逃离 其实呢 不光是这500万人 因为中共的瞒报 所以这个春运的高峰前期 已经有大批外地人从武汉返乡 病毒的扩散已经不可避免了 所以武汉封城错过了封毒病毒传播的第一时间 中共封武汉城最大的问题是 它没有建立一个隔离区 那么什么是隔离区呢 就是把没有感染的人和感染者分开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避免交叉感染 同时随着隔离区的扩大 也能逐渐地把这个武汉市可以清理出来 被感染者和疑似案例 都被留在自己指定的区域里面 这样做 不光能救了武汉的大部分人 也救了医护人员 但是 武汉政府的做法是 瘫痪武汉城 医护人员疲于应付来医院的病人 医院成了一个交叉感染的地方 甚至再进的医院 也不是收留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 而是收留疑似病例 所以也不安全 现在没有被感染的人躲在家里 精神抑郁不敢出门 网友甚至说 看了中共的春晚 有一种坟头蹦迪的感觉 那么已经离开湖北的人 被中共当作维稳对象处理 不让住店不能回湖北 如果湖北人现在离开 会被勒令返回 甚至有政府警告说 有可能被判刑七年 中共的这种做法不是封城 而是围城 我们举个例子 1948年中共包围长春 不让百姓离开 消耗国军粮食 导致几十万人饿死 中共也是围了武汉城 让百姓自生自灭 消耗病毒 如果病毒没了 更好实在不行 就围城到四月底 中共指望这次肺炎 就像当年的SARS一样 一天热就自动消失了 但是如果四月底肺炎不消失 中共还可能做出 更加灭绝人性的事情 那么什么才是封城呢 北京 1月26号晚 北京的省级客运全部停止 也就是说 不让外地人进入北京 但是室内交通正常 不让外地人进入 那是为了保中南海里面的老干部平安 我们最后啊 是要跟台湾的朋友说一声 不要指望世界卫生组织 因为武汉封城的那一天 世卫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疫情 结论竟然是推迟宣布 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个事情正如咱们之前说的那样 被中共渗透的世卫不值得信任 那么台湾应该怎么办呢 抛开世卫和共产党 与美国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单边联系 因为中共会把病毒样本发给他们 CDC的反应也是很快的 1月24号 美国刚刚出现第二例病例的同一天 CDC就对湖北省发出最高级别的旅游疫情警告 建议大家取消去湖北的旅程 节目的最后啊 祝愿大家送出共产党这个瘟神 新的一年万事如一 谢谢